中文字幕——YK 好 期待已久的一部作品 我们在南方车站的聚会 之前在嘎那放映的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因为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会有 据说在嘎那放映的时候 长达四分钟的观众鼓掌 并且这个昆丁还专门去现场 去支持这部电影 说非常喜欢 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时间 再来看一下 好 再来看一下 非常期待这一部电影 好 刘布刘布 我们来 请我们南方车站聚会 对 我们的各位刘布 因为要说一下我们这部电影了 这部电影其实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算是虎哥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演这样一部意义非常重大的电影 什么感受 特别特别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接受这个挑战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整个拍摄的过程我获得了很多 我相信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看我看这两天有这个媒体的标题说 因为这部电影虎哥告别了偶像身份 对于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还是偶像 我觉得偶像的定义跟以前不一样的 我在演员的身份之外 我觉得我能够做好自己 也可以算是一个偶像吧 继续前行 我们要说到小美在这部作品当中 因为是第二次和刁一男导演合作了 这一次听说挑战也蛮大的 因为为了这部电影苦练武汉话 对不对 是 跟下这个过程 我提前了两个月的时间 去做演员的准备 但我觉得能够有一段时间 让演员可以充分地学习 然后体验生活是很难得而且幸福的 有了那么长时间的武汉话 武汉话现在说的怎么样了 待会大家可以见识一下 待会可以见识一下 现在还要卖个关子对不对 最后要问一下我们导演 因为电影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最后再和我们重磅地推荐一下 我们的电影南方之战的聚会 这个电影 我想应该是在今年的夏天 逃不过去了 逃不过去你们的眼睛 所以希望你们来电影院来看 我们在电影院聚会 谢谢 还要问其道一个问题 因为昨天的时候 在我们国际电影节开幕的红台上 这个十六部五 大家觉得是成为看电影的一个密码了 所以说这个十六部五里面有什么玄机 这个十六部五导演说了 每一部代表一个人物 这么玄妙 对 所以请大家到电影院里面看这部戏 他就能知道 或许有人能猜到 有人猜不到 大家看吧 我觉得看完 听完之后已经是充满期待了 好 欢迎我们各位主创来到我们微博电影之夜 请内场请 来 请来到我们的 来进行一个最后的拍照留念 在我们的车前拍照区域 南方车站的聚会 各位主创的精彩的介绍 也让我们对于这部电影更加期待了 也期待早日在八月份看到我们这部电影 南方车站的聚会 好 好的 再次感谢您 来我们的这个车前的拍照区域 进行最后的留念 好 接下来继续 感谢您的观看